但是亮哥 我们还有另外一份民调 是这个QuickSeek的这个民调里面 那有几件事我想请教 因为当然他的调查时间 就有比较晚一些了 7月7号到7月10号 然后有手机加示化都有 可是他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 应该是五六日一 对不对 五六日一的时候做民调 之前有听过戴烈安好像也说 一般做民调比较要精准一点的话 是一到四吗 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 没有错 因为人家比较会在家 因为是晚上做的 六日大家都马出去玩 而且他这个是有手机 所以对柯文哲比较有利 因为40岁以下达到了比例 会比住宅电话要高 从这份民调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件事 就是柯文哲依旧是在年轻的族群 还是比较领先 赖清德相对他的支持者 支持度要比较高一点的话 他就真的是要越来越老化的走 那侯友宜其实也有这样的趋势 要比较显著的话 可能是要在50到59岁以上 也他的支持率会相对比较好一些 那三个人对比的支持度是 34.8 30.8 跟19.3 那还有一个是说呢 这个参选总统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 可是无法选出任何艺人 到目前还是15个百分点 那一样四卡多的情况 其实也差不多 现在无法决定的 大概都是在以这份民调来讲 都是15了 对比较有趣的是 他去做郭柯佩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 那有一点是比较支持郭台宁 就是有点在操作的空间 对 我的感觉 因为我寄给蔡正元 蔡正元立刻就说 那这个是郭董的吗 因为他去探寻郭柯合作 可以得到多大的支持 坦白说 如果真的是四卡路 那郭柯真的发生化学变化的几率 是最高了 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合作过 侯友宜 因为他是一个主要政党 所以其实跟其他的 这种新兴的势力 比较没有合作的经验 那民众党跟郭台宁 在不分区就合作过了 然后在县市长又合作了 所以你如果严格讲 事实上从2020到现在 就两次选举都有合作 2020跟2022都有合作 所以我认为 郭董如果真的参选 不过这个有一点麻烦 这个坦白讲是对侯正英比较麻烦 因为郭董他现在没有正式宣布参选 可是却在到处拜访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那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因为基于 本来就是老朋友 那他也乐于让郭董去站台 那郭董的正式的公民联署的登记时间是9月17号 所以光是从现在一路拉到9月17 那侯正英就会有点尴尬了 就是说郭董还在到处都在拜访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那因为 柯文哲那个就比较清楚 就是一刀切 那是另外一个政党 可是郭董的身份未明 那他会去拉大他这个暧昧的空间到最后一刻 他也只能够靠这个来增加支持度 说实在话 所以等于就是 他会循着国民党的体系去走 然后如果真的对民调有加分 那当然他抢到的就会是侯友宜的支持者 其实这个就是 恐怕就是金小刀 还有我们采薇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因为723之后 我跟你保证你会看到郭董 很多区域立委他都会去拜访 甚至搞不好也做一些资助 因为毕竟他有资源 那搞不好还会跟你一起联手 去资助一些地方的团体 比如说有弱势团体 农余会产品的购买 这个郭董要支持实在太容易了 那我如果拉着区域立委 那那个效果不错 每个区域立委都很高兴 不是吗 所以我是觉得 侯正宜也要去想这个问题 看他要怎么因应 723之后的民调 郭台铭你认为他还是会在 像目前这个数字吗 会掉吗 不会掉 因为这个是 你说侯友宜确定之后 确定之后你说认为 有一些人就会走掉 是不是 这个坦白讲 不确定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郭台铭他还没有政治在选 他民调就跟侯友宜差不多了 这表示他还是有期待值 而且他的主要的民调不是从侯友宜来的 我上次有跟你讲过 对 从柯文哲 柯文哲是拿走了7%多嘛 所以事实上最不希望他选的是柯文哲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3卡路他到最后来玩气宝 比这个4卡路他要先整合 那难度要高 那个3卡路比较好弄 4卡路真的不好搞 而且郭董跟他会有流动关系 柯文哲的支持者 有很多是可以接受郭台铭的 那事实上上次我们看到郭台铭的民调 大概只有1.6来自侯友宜 对 对不对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郭台铭维持他那个 不确定的身份去走访国民党的各地的党公职 这个是他最大的策略 所以他绝对不会轻易宣布参选的 可是这个就构成国民党 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 汉庭我要问的是 一样是QuickSick这份民调里面 有一个是2024立委选举政党票支持度 那民进党29.2% 民众党21.6% 国民党21.4% 所以算是国民党党 国民党跟民众党 几乎是没有什么误差范围内 那跟民进党老实讲也没有相差太远 但有一部分比较有趣的是 还有一大群人是在 等待名单确定之后 他才愿意表态他的政党支持度 这样的人有13.7% 那大家想说看名单什么名单 因为还包含了你是立委选举的名单 也是不分区这个名单提出来 那我们对过往的了解 知道国民党常提出的部分去说真的 第一个要么就是会造成民调一定程度 在那段期间会下跌以外 或者是民调也没有让大家觉得有什么耳目一新的 所以这份看名单在决定 难道是比较集中在民众党到时候会灌进那边的票吗 我们打一个问号 很可能是在支持新党要等新党 谢谢你 谢谢我们打个广告 好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以这个民调来作为基础的话 那34席的不分区立委政党名单 那很可能就是民进党拿到了12 然后其他就国民党跟民众党各拿了10 然后如果还有小党 比如说时代力量的话 可能还有两席 那当然我也希望新党也会是那两席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那当然未来就很显然的是所谓三党不过半 而且这个三党不过半 蚕食的一定就是从 你看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名单 他就等于从这一届的13席 他就掉了3席 他就掉了3席 但民众党反而是有大有进步 就如果从5席到10席的话 是进步了整整5席的一个空间 那刚才就有网友提到了 就联合政府 就是我们政治学当中学到 依照各国海外 海外各种联合政府的经验 联合内阁的经验 就是各党依据国会的比例 来形成联合政府的话 基本是弊大于利 为什么 因为一定是各种事情都摆不平 然后动不动就倒阁 动不动就纷争 然后各党各自意见 所以政务难以推行 从法国德国 就是历史上一大堆的经验 都可以得知 所以柯文哲这次说的联合政府 其实我本人最大的担忧也是如此 就你怎么能够信任说 各个政党之间 那国会不过半 那就肯定是倒阁 所以后来柯文哲才提出补充了论所 就陈志涵发言人补充的两个论述 第一个是要理念一致 第二个是说取得国会过半了政党的信任 所以有可能是国民党加民众党 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过半 那如果过半的话 行政院长是由国民党的人所推出来 那柯文哲讲此番话 当然是对国民两党都各自抛出橄榄枝 就说你们现在也不用打我打这么凶 因为未来我们的内阁跟人事团队 还有很大可以发挥和合作的空间 毕竟民众党确实 未来能够担任阁员的人数是比较少的 人才库比较少 但国民党跟民众党本来就很多 但关键来了 因为现在蓝营的很多支持者就会说 那你看如果未来 民进党是国会的过半政党 那柯文哲是不是未来 就要跟民进党来组联合内阁 然后就任用民进党的人士为行政院长 哇那这样跟有换民进党 还没换民进党不是一样吗 所以怎么样 所以现在要想方设法 让国民党的国会过半 对吧 不要这么没有志气 马上就觉得这个民进党一定会过半 那我们就要把各个区域拿出来盘点 所以理论上接下来应该要做的就是 柯海不是说过半 还说最大党 最大党 对啊 最大党也不一定过半 不一定过半 其实是留了一个伏笔 那当然国民党要更有志气一点 就希望说自己不仅是要能够最大 还希望能够过半 那如果过半的话搞不好也不需要跟民众党来合 所以大家应该实际上来盘点 目前哪一些区域 比如说国民党是已经提名了 然后或者可能还没提 那跟民众党哪边来能够做某种程度的蓝白和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 刚好在民众党遇到了蔡碧如委员 那她在台中的第一选区 就是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那边是还没有提名人的 还没有确定人选的状况 所以在地的很多讨厌民进党或是在野的人士 就会问说 那这一区是不是已经讲好就是 就礼让 就礼让 但其实也没有 但有一个模糊的空间 那至少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合作的机遇 那有一个合作的机遇的话 那至少就不用说刻意去否认 说没有啦 我们跟他也不认识 没有啦 我们也不跟他合作 就不需要去打破一个良好的默契 就是假设是有模糊空间存在 那可能对彼此都有合作的空间 这应该会是比较好的事情 所以关键在于说 未来假设 未来假设是柯文哲当选 那么他的这个联合内阁人士 更关键的是说 一定是要理念差不多的人 才能够一致 否则最简单的 那光是在两岸的议题当中 你怎么可能去把民进党的 跟这个公民党的找过来呢 这是不可能的 柯文哲过去说 他在台北市政府任内 各党人士都有 对啊 这个在市政的内容工作上面 基本上无涉于两岸 大家能做的也都差不多 就各种社会福利的发放 各种地方工程的建设 那确实也不太分党派 选举分党派 但服务不分蓝绿嘛 但是真正到了中央层级的时候 那当然蓝跟绿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如果很多观看 都是蓝营的支持者那干嘛 那当然是自己要有信心说 国民党支持者就目前为止 继续的支持侯友宜 继续呢支持每一个地方 下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的民调 有没有起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